怎麼樣?不是這麼快就不行嗎? 我不行,來幾次都還行 我怕你受不了 那就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 又說去過蘇格蘭場受訓 為什麼反應糞了這麼多? 不是我的反應糞了,是你的反應合作了 不是什麼?你去了英國幾個月 沒有拖泊,那就經常做健身 你整個拖籃都凸出來了 沒辦法了,見不到你了 就唯有化相思為食量 不見了你幾個月 怎麼肉麻了這麼多?不行 我要給你一個特訓才行 特訓? 你…你抽雜 你救我 話說回來,你們倆到底想著 什麼時候拉上天槍? 我就準備好了,等人說是 姐姐,有時候要去搬盤 這些事稍後再說吧 我事業還沒有成 還不說 當初如果你願意留下警訊主持 警花都做了,洗肩肩膀給花 我就是不喜歡人家當作花瓶 就算你不喜歡做花瓶 也不用弄得自己整個花盆 花盆好,夠了,穩定了 阿倫,人格有志,老爸支持你 也是,爸主疑我 阿倫,你支持不支持我? 支持你,到你老了 還說你的拐杖支持你 好玉碼 不是吧?還是九八? 將來上網賣好玩? 你又不是打網上遊戲? 幹嘛這麼快? 電腦就怎麼扣人腦 最怕人頭大沒腦 各位,各位,今天有位新同事 加入我們D.I.E. 正義? Adam 是呀 你怎麼知道的? 是呀 那我介紹吧 你不是,Yu Sir Yu Sir 美人 美人 小楓姐 小楓姐,你好 我叫張正義 以後你們叫我正義就行了 以後多多指教 你是不是被阿王Sir等了過來? 當然不是 我叫阿王Sir特地叫我調來D.I.E. 為什麼? 上次你被阿王Sir調來這裡 其實我也有責任 我沒理由這麼沒義氣 我替阿王Sir申請調來這裡幫你 你很有義氣 不過就傻了一點 不過不要緊 有你這些真是做了事的人 跟我並肩作戰 為何這麼陳年舊東西? 你看看這案子十五年前 我已經看見了,自己都黃曬了 現在我也是 糟了,這種案子幾十年前 被兇手走了,怎麼查? 看看是誰查的,事在人為 你說話也挺對的 有志者事竟成 是呀 查案不是只有口罩的 繞著雙手似的 看看你又能否查到這案子 看看 是呀 這案子是十五年前的兇殺案 裡面只有一張簡單的疑兇拼圖 還有一些死者簡單的資料 什麼都沒有 是呀 這張拼圖說像誰都行,怎麼查 你看看你這個快樂 疑兇的名字也沒有 身分也沒有,特徵也沒有 殺人動機也沒有 以前那群人都不知道怎麼做 查你也浪費氣 我來查這案子 這個比較近期的,發生三年前而已 珠寶箱關德文失蹤案? 這案子當年很轟動 這案子我也記得 關德文被人綁架之後 沒多久他失蹤了,到現在也找不回 不,我記得去年法庭判了他死亡 不是呀,人都沒找到法庭怎麼判他死亡 怎麼判也沒用 這案子這麼多年都沒有新線索 我女查理真是大海撈針 就是因為如果我們可以破這些 這麼難破的案子 就更可以突出我們D.I.E. 是警隊精英中的精英 廢Sir,你說的二樓 你認為我們一定會破案? 這些案子這麼多年都沒有人破 就是說,就算我們破不了 也沒有人會罵我們 這樣也可以 說真的,世界上沒有破不了的案子 只有破不了案的人而已 你說的嗎?跳上雙審的票查案嗎? 你憑什麼破案?超能力嗎? D.I.E. 找哪位? 等等 輝Sir,你的電話 謝謝 而關德文先生的弟弟關德武 一直都很不滿意我的當事人 所以我的當事人擔心一天會對他不利 因此希望警方可以派人出席 見證天晚上舉行的所謂降臨大會 以防曼一致 魁Sir,這件事還是懷疑階段 也沒有人觸犯法律 性質比較特殊 所以我們重案組就不方便介入了 反正你們D.I.E.暫時沒什麼做 這件事就交給你們跟進 沒問題,我會跟進這件事 根據紀錄 關德文和何永森是白手興家 他們在十幾年前結婚 結婚之後成立了M&E珠寶公司 關德文父母早就死了 他們夫妻沒有兒子沒有女兒 只剩下一個弟弟,叫關德武 在三年前 關德文在上班途中被人綁架 後來何永森被人勒索三千萬的贖款 綁一個人也開價三千萬 做綁匪也挺好賺的 後來警方追蹤綁匪打手機的位置 找到藏心地點 警方去到藏心地點 不但發覺人去流胸 還發現全家屋都是血 那些血多得很像一個水塘仔似的 小楓姐… 不是吧?聽到血字就暈倒了 不如看見她死了 可能要不立即救小楓姐? 小楓姐 救醒了,不然她再暈倒了 有了機會睡一會,應該沒事的 事後呢? 警方曾經太挖人 去到附近的海面搜索 但也沒所和 於是警方相信關德文 很可能已經被私嫖 當日在現場採集到的血液 經過化驗,全部都是關德文的 由於一直都找不到關德文 在一年之後 何永森以申請保險金 和清理公司債務為理由 入稟法庭要求法庭裁定 她丈夫關德文死亡 法庭最終接受法醫的意見 認為一個人一次過流失三分二的血液 就絕對沒有生存的機會 於是財定關德文在法律上宣告死亡 只是個財定在當年來說非常轟動 那些八卦雜誌後來還掛到 何永森最終要受益人身分 拿到一億二千萬 一億二千萬? 後來何永森還接手 做了M&E珠寶公司的主席 而他叔仔關德文 只是做一個名譽董事掛名的 終日游手好閒,白知新水 是 鈴Sir,你有什麼發現呢? 有 這本八卦雜誌說 這個愛斯梅達大顯神通 在早兩個星期的珠寶展 替這個M&E找一顆 失蝕了三十卡的黃鑽 沙漠治國 當時關德武就在現場 他就跟愛斯梅達說 可不可以幫我找回 失蹤了幾年的哥哥關德文? 那愛斯梅達就一口答應 好,我幫你攪拌他 我幫你攪拌一個降靈大會 這種靈媒一聽就知道是神棍 還不相信 我們就盡管你看看 這個降靈大會有什麼發生 于Sir,晶晶 今晚你們倆一起去看這個降靈大會 就當作做一個見證 為什麼要我跟他去? Madam英,你不是真的怕見鬼嗎? 這個世界也沒有鬼,怕什麼? 就這樣決定 朗哥,你替人爭取一下吧 你會撞鬼嗎? 我沒事 我為什麼會沒事呢? 我為什麼會沒有反應呢?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 官方頻道 劇集精彩變亂,每天不斷放鬆 你不是還未訂閱嗎?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